我们就在这儿准备看你的好戏 没问题 你们可一定要盯紧了 别眨眼啊 我们就在这儿准备看你的好戏 好戏 好戏 东西都到手了 我帮你稍等一下 让我们几个商量商量 这哪是什么入团测试 他分明是在和我们耀武扬威啊 说实话 以他的身手 我们三个是完全不够他打的 你们说咱们几个是被抢劫了吗 不过这人衣冠楚楚 就算抢劫也不会挑上我们盗宝团吧 难道说他其实话里有话 智东三个月六十万 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这是黑话 老大三个月前好像在智东国开的那个银行借了六十万 至今没有还上 所以说这人是来催债的 可为什么要这么拐窝抹角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很多行道都有说黑话的讲究 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客户的隐私 哦确实 谁被追债都是件丢面子的事 专业 简直是太专业了 绝对是个惹不起的主 这位 嗯 销售员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不能让你加入盗宝团 嗯 我竟然没能通过测试 你们盗宝团倒还挺严格的 不不 我们的意思是盗宝团这座小庙 容不像您这座大佛 不过玩具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六十万回头就给您送过去 啊 原来是这样 那么交易愉快 只要我们能收到钱 大家都会高兴的 你说对吗 对 说的对 哇 不愧是哥哥 玩具销售员真会放 公子大人 原来您真的在这儿 最近有一批新兵 喂 小声点过来讲 没看到我在招待客户吗 客户 啊 是这样的 本土分配了一批新兵来到黎月 刚刚抵达 要麻烦您去训导了 嗯 非要现在吗 我这边的情况稍微有点 公子大人 让您困扰的话 在下十分抱歉 可是那些新兵 已经在林举关的南边列队等候 每一批新任兵士都要经历执行官的训导讲话 经受女皇陛下意志的洗礼 这是一直以来的规矩 目前在黎月的执行官只有公子大人您一人 大家都在等候由您来赐予这份荣耀 哎 好了好了 我去就是了 等我和弟弟交代一下 稍后就过去 哥哥又有工作要忙了吗 是啊托克 有一些从咱们故乡来的新销售员 正等着哥哥去教教他们呢 哇 这是好事 托克以后也想当玩具销售员 我也能去听听吗 这个嘛 托克还太小 很多事情都听不懂 很无聊的 不如还是让旅行者姐姐带你玩好不好 可是 可是 我要先走了啊托克 除了托克以外 也还有很多人急着见到哥哥呢 回头再见吧 明明那么宠弟弟 可又不得不丢下弟弟走了 公子的工作也蛮辛苦的 是啊 都是他非要自称玩具销售员的关系 说什么不想家人接触到阴暗面 居然不惜做到这一步 至少在离约的这段时间 我们还是配合他一下吧 话说回来 话说回来 托克呢 我们光顾着聊天 托克到哪里去了 很有可能 托克刚才说 也想去听公子讲话的 总而言之 我们也先去公子那边看看吧 优优独立独立的 北海 程 带